你好 老胡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他说 我看了你前面一期节目 你说类似用到了机器配音等内容工程机械化 合成的这种方法制作的视频属于低质量的视频 会被拒绝加入YPP 他想请我看一下他的频道 我的频道的内容主要是机场的推广 还有少一部分教程和软件分享 所有视频的制作方法都是 入屏解说 并且解说词是用语音合成 而且几乎所有视频都是使用了虚拟人物形象 合成的固定的片头和片尾 但我每期视频的正片的内容都不一样 而且制作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和清晰 我这样的视频内容算是你前面所说的低质量 和有重复内容的视频吗 非常抱歉 我没有时间去看你的频道 但是我可以对这一类的制作视频的方法 做一个大概的评估 首先我没有讲做机器配音的方法 一定是低质垃圾内容 这个结论 如果你有这种印象 我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子 没有讲用PPT做出来的一定是垃圾视频 没有讲用虚拟主播一定是垃圾内容 没有讲用机器合成的声音一定是垃圾内容 我还特别强调那人家聋哑人怎么办呢 难道不允许他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做节目吗 对吧 所以形式不是拒绝你加入APP的主要的核心原因 一定是内容本身 那正常的做法 讲你这个片头片尾这样子做了 然后里头中间的部分 是个核心的有价值的有质量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形式你就不用担心过多 但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大量的使用这些自动化 智能化制作内容的频道被拒绝加入APP呢 因为很多人使用这种方法批量生产内容 这是一个制造垃圾内容的常用工具 那作为审查内容的人来讲 他就特别警惕 对吧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那个坏人都戴着一个压舌帽 你上街 你偏要弄个压舌帽 除非是你是我党地下特工 或者是真的是坏蛋 所以当你有能力不用这种方式来做节目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做 比如说这个同学讲到 他是用语音合成的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或者是普通话 就不能做节目 你有没有注意到老胡的口音 是个标准的南方口音 知诗诗诗诗诗诗诗都发不清楚 常见的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的时候一个地方的口音反而是你的特色 赵本山如果是他都说的是普通话 而不是东北话的话 我估计他的魅力要减相当大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语言障碍 你可以忍不出境 你应该用旁白的方式来解释 对吧 你又不要表情 又不需要你像做播音员那么清晰 所以这就是你主动差异化 不戴亚生帽 不鬼鬼祟祟做节目 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应该像审查你的人 主动的摒弃这些嫌疑 我知道如果像我这样子出境来做节目 很多人没有经过信念 可能会有困难 但是最起码你在能做的范围内 你应该离这个亚生帽远一点 去嫌疑 这就对了 好 这个内容是做机场推广 我看过大量这种频道 它质量的确是堪忧 首先封面图多半都像那个电线杆子上面的 退休老军医的这种形式很差 那个审查人一看到这种东西 觉得这是一个劣质内容 它本身就容易形成偏见 然后进去以后听见机器的声音 听见一个虚拟主播 然后所有的目的都是讲 你用我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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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赚那点用金 而不是讲 真的是 我给你提供最好的这样的机场服务 又可靠又稳定又便宜 这一款甚至是免费的 我也赚不到用金 像这些内容 别的审查人员 他是能看出来 这个人是真的在做内容 还是想真的卖东西 而卖的东西往往是垃圾 回扣高的 不稳定的 这些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 做教程和软件 很多做这个东西也有这个问题 教别人怎么不花钱 去翻墙 去看色情网站 去看奈飞 不用花钱的 所有的付配网站 一网打进 这种东西显然都有问题 我的确看到很多的 所谓的机场推广 或者是教程和软件 因为这些原因被拒绝加入YPP 或者是偶然侥幸加入了 然后很快就会被拒绝 或者是将来某个时候会被取消 这样的YPP的资格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做这个频道 流量挺大的 然后他没有原因的突然就断更 就是因为被取消了YPP 所以这一类频道的基本的指导原则 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你的频道 属于哪种情况的话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欢迎你使用老胡的付费的服务 谢谢 再见